專家驚爆 美國的火山布雷 全球賣不出去 是把垃圾硬塞給台灣 專家還通罵 賣這種地雷很缺德 因為沙敵有限 卻很容易傷到老百姓 美國逼台灣延長逼役 還賣火山布雷系統給台灣 國防部說火山布雷 打的是敵軍裝甲車料 不會對人員有殺傷性 要百姓別緊張 火山布雷真的如此強大好用嗎 專家說真相是怎樣 他如果是個毫無武器 美國也有問波蘭要不要 波蘭拒絕了 為什麼台灣蔡英文政府 會欣然接受 軍事專家接內幕 美方若真心想幫台灣 打贏共軍就該置敵於境外 賣給台灣勾結武器 如今狂賣火山布雷 根本是欺騙百姓 F-35不賣 阿巴蒂火炮不賣 坦克車不賣 除了城鎮作戰以外 不賣的武器都沒有給你 給的都是便宜的這些庫存品 火山這個是更缺德 地雷全世界很多國家 都立了公約 禁止使用 它能夠殺到敵人 不見得有機會 後面留下來 給老不行的上網 都超過兩千 要捍衛台灣能讓S管洞C 騎將的玉山艦在春巡收度開箱 全場153公尺快23公尺 更配有32枚海艦2超音速防空飛彈 玉山艦超大容量 能賽季四艘LCM兩棲登陸艇 一艘LCU通用登陸艇飛彈發射車 兩棲突擊車等等 內部設施有夜戰醫院 手術房牙醫間等等 但專家說台灣整軍戒備 是要為中華民國而戰 絕不該因為民進黨抗中挑釁 讓我們為美國獲台獨而戰 我會建議美國人自己要打 美國自己下場去打 北京認為受不了美國的壓迫 美國的霸凌 直接打美國 這是台灣人民的心聲 不要拿台灣當工具 當棋子 延長兵役 聽美國的拿命打仗 還得先買你的庫存品 執政者對美國爸爸 實在很有小心 記者黃毅峻 陳怡榮 台北報導